虽然此前英特尔的13代酷睿就得到了悉数曝光 但其的实际性能和最终表现 却仍是掉足了玩家们的胃口 然而现在7000款i9-13900K的工程样品 已经流落到了人间 经测试 相比12900K不仅单核性能提升了6% 多核性能提升了28% 而且还有望达到6GHz的10世级高频 这些更加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跟进目前CPU-Z的展示图来看 和此前泄露的信息一样 i9-13900K的核心代号为Raptor Lake 将继续沿用英特尔7指程工艺 也就是10纳米 并会保留X86异固设计 由8个性能和加16个能效和构成 最终规格为R4核心32线程 而其的高速缓存将会由30M提升至68M 但最大TDP功耗仍为125W PL2短式功耗为228W 至于在性能方面 根据WC SafeTicket的消息显示 目前测试的样品为两个不同的阶段 其中编号为Q0-D8的i9-13900K 为ES1第一阶段样品 性能表现并不成熟 最高价能达到4.0GHz的主频 对比泄露的5.8GHz落后了45% 同时在CPU-Z的实际跑分中 其的单核性能为611分 落后了i9-12900K 36% 而多核性能则为130014分 领先了i9-12900K 11% 这一编号为Q1-HM的i9-13900K 则达不相同了 具体其为ES3第三阶段样品 单核锐频已达5.5GHz 全核锐频已达5.3GHz 算是基本持平了 目前i9-12900KS的水平 同时在CPU-Z的实际跑分中 其的单核性能达到了880分以上 领先了i9-12900K 6% 而多核性能则是在15000分以上 领先了i9-12900K 28% 如果再对比隔壁AMD的R9-5950X的话 这颗i9-13900K样品 单核性能领先了36% 多核性能领先了26% 除此之外考虑到 这并不是i9-13900K的最终频率 所以预计正式版还会来得更高些 而根据推推用户表示 在ETVB模式下 i9-13900K甚至可以达到 6GHz的史诗级高频 这样一来 苏妈的锐龙七千处理器的确压力很大 较为意外的是 编号为Q0DB的第一阶段i9-13900K样品 目前已被国内网友卖出 售价为2850元 差不多顶得上一块i7-12700K的价格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英特尔的13代酷睿 仍将继续沿用LGA1700X槽 也就是说并不会强行更换主板 所以使用12代酷睿主板的玩家 暂时大可放心 当然也不排除必须上Z790主板的可能 目前13代酷睿预计将于今年10月推出 所以想要购买的玩家可以再等等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一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个强 我们下期 再见